各位兄弟兄姊妹早安 今天又是十分钟查经到这里 上次我们查考 《药行欢迎》第十三章 查考耶稣帮门徒洗脚的记载 今天我们继续查考 耶稣帮门徒洗脚之后 他要带出什么信息 《药行欢迎》十三章 十一至十七节 耶稣原知道要埋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做的 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牧人 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 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 这事 若是去行 就有福了 十一节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谁出卖 耶稣 大家都知道 当然是 那个 反骨仔 犹大 犹大 为了三十个银钱 去出卖 耶稣 在 十三章 二节 已经提到 魔鬼 已经将 卖耶稣的思想 放在 他 有大的心里面 即是 他的思想已经被 魔鬼滲透了 大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魔鬼真是 无处不在 连 犹大 耶稣的门徒 都可以被 魔鬼 滲透 我们 我们都要警醒 因为 我们不会被 有大 好得很多 或者超然很多 我们都要有这个危机 会不会我们心怀疑 被撒旦入侵了 保罗的 曾经提醒过 魔鬼好像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四处 找人吞吃 所以我们一定要 警醒 透过祷告也好 透过我们 自己的 敏睿 去警醒 小心 第十一节 耶稣原知道 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 不都是 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 所做的 你们 明白吗 耶稣经常 以Q&A的方式 问答方式 去训练门徒 不过 大家有没有留意 耶稣未必是想他们回答的 耶稣是想思维冲击他们的 是要他们去想 去思考的 去思考 What Why How 思考 为什么 是什么 怎样 怎样做 OK 所以 接着 第十三节 我们会看到 耶稣 没等他们回答 就立即说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夫子就是 老师 就是teacher OK 他说到 他的身份 比他们高 是吧 他是他们的老师 也都是他们的主 主 是主人的意思 也可以是神的意思 他说了他自己的身份 然后在十四节 接着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耶稣带出一个 要求 和吩咐 就是要 这帮门徒 去学习 彼此 欠秘 服侍 我们要 看圣经 我们就不要表面去看 是吧 这里耶稣不是叫大家 立刻 拿一块布 立刻 装点水 开工 大家 一起洗脚 在我们一路看圣经下去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看到 有记载 在使徒行转 也没有看到 记载 满徒 有互相洗脚 这件事情 很相信 当然有洗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 没有强调这件事 没有记载这件事 而 他要我们 的满徒 要去学习 谦卑 彼此服事 这个才是耶稣 这个教导的重点 第十五节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受老子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实实在在地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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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我诚重地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 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差人 这个意思就是 被差的人不能够 大过差遣他的人 这个 经文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了 耶稣说出了另一个相对性的真理 在这里 不要以为 执着这一句 刚才执着那句 就说 要谦卑 你做 大的要谦卑 或者在位分上 大的要谦卑 每个人都可以平起平坐 圣经老师又怎样 传道牧师又怎样 大家都是一样 但是耶稣说出一个相对性的真理就是 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 被差的人不能够大于差他的人 这个就是 耶稣的教导次序的观念 如果大家有印象 马太福音 十章二十四节里面 耶稣也说了 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的 其实是说什么呢 要说人要学习谦卑 而且是有次序的 这个做法 真的跟我们 中国人的文化 也是很类似的 就是有次序之分 有尊师众道 与西方人 是有些差别的 这里也带出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学习 耶稣要 我们学习 人要学习谦卑 耶稣也曾经说过 至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当然 我们的谦卑不是为了升高 我们是应该要 根据耶稣所说的 去学习谦卑 但是 现在很多人 喜欢认真 连电视 那些艺人都叫自己 叫做 是吧 认真是可以自我提升价值 或者是一种 其实 是一种自卑的反射 其实上帝是 最恨 自高 的人 他最恨人 骄傲 你看到《旧约圣经》 那个 天使长 就是因为 骄傲 被打下来 成为 撒旦 你看到 在 圣经里面 耶稣 在《新约》里面 骂得最多的是哪些人 就是那群骄傲的 法利赛人 自为义 的法利赛人 神是很真人骄傲 所以我们要 要小心 我们这些学习 是 谦卑 第17节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事去行 就有福了 有福呢 希腊原文 希腊原文 就是 麦卡伊奥斯 麦卡伊奥斯 就是 Blessed 当然 亦都是 happy 开心的意思 其实 什么叫福气呢 福气 其实他的含义 就是 可以得享受到 权益 原来 谦卑 谦卑 即是有次序 可以得到 如果去行 可以得到 权益 得享受的权益 结语 在这里 我们看到两方面的东西 就是要去学习 谦卑 信徒因为社会地位 有时在教会里面看到 例如 做一些专业人士 做CEO 做 GM 或者 很高级的 政府 高官 来到神的家 有些 都是要做CEO 执头执尾的事 是不想做的 不喜欢做的 不愿意做的 我 曾经 很多次 去不同的 美国的教会 去做 华人教会 做音乐的宣教 去广道 去和他们分享 如何敬拜 以及报道会 有些牧者 去到那里 他们会跟我分享 美国的教会 是很难发展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 权斗 特别是 在80年代 至90年代 有不少的香港移民 去了美国 在美国的教会里面 他们在那里聚会 开始在那里聚会 又或是之后 在那里聚会 他们在香港以前 可能是CEO 或者是 总经理 或者是 高级行政管理人员 但是在美国 要做这些工作 当然是很难 所以屈屈不得知 形成了有一种 要在教会 他拿回自己 失去的东西 那种 心态 那怎样 就跟 教会的领袖争权 跟牧师争权 教会里面 一争 就会斗 一斗 就会伤 一伤 就怎样发展 就成为悲剧 所以我们要小心 第二件事 在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 其实 跟我们现在 外国的文化 是很不一样的 耶稣的教导 外国的文化是说什么 是平等主义的 不跟耶稣所说的 耶稣是说到 有次序的 其实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有尊师重道 有次序 有伦理道德 所以 这种所谓的平权 或者平等主义 就激化了 教会里面的 冲突 这个绝对不是 耶稣的圣经的教导 你看到这段的教导 以及 次序 连耶稣自己 他们的三一神 都有次序 是 他们是同尊同名 但是 他们是同等 但是 都有次序 耶稣 都会 信服 和谦卑 信服天父 这个 就是一个真理 我们讲的是西方的教会 但是我们香港的教会 不会有很多 因为香港的教会 都很西方化 可能 都有很多 拳斗的出现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自己 不要西方化 让教会 是圣经化 让我们 也是 耶稣化 去学习耶稣 去遵从 主的教导 去学习 彼此 谦卑 服事 为神家的发展 和好处 亦都能够 信服 属灵的次序 奉耶稣基督 宝贵 得 圣 专命以求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